如果你懂得那个负回圈跟负回圈的差异的话 基本上你大概也知道说改的方法 所以STOP1的话就是初始值 所以如果I的初始值 你可以写在这个负回圈的上方 你可以加一个I等于1 OK 其实这个1的数字就是Range的初始值 第二的话你可以把负回圈先Ctrl1 我不建议你直接删除 因为删除的话 可能你如果假如写错了 你要回头回不去了 OK 所以我习惯先注解 然后在底下打上坏回圈 坏后面的话就是一个逻辑 当I怎么样呢 什么情况下会进到回圈呢 就是当它是小于十的状态 OK 然后记得在这个阶层的最下 这个阶层的最下面一行 理论上我的习惯是 就是在这个坏回圈 这个阶层 这个阶层指的是这个前面有缩牌 的最下面一行 加一个叙述叫I等于I加1 OK 这样的叙述 当然你I等于I加1的话 另外有一种另外的写法 就是Java式的写法 就是I加等于1 这样的写法也OK 所以I等于I加1 你写成I加等于1也可以 OK 你说哪一种写法比较好 就看你自己 我是觉得如果你懒得记太多 因为我这边几乎都是写那个什么 写I等于I加1 为什么? 因为在VBA里面 他只看得懂I等于I加1 如果你写I加等于1的话 他看不懂 OK 那一样的呢 你写I加等于在Java JavaScript也都行得通 也都看得懂 OK 所以就看你个人 你比较习惯用哪一根语言 比如你可能还会写另外的语言 不然的话其实有的时候 那个 换个语言最大的麻烦就是说 哇 要再去熟悉一个规则 这是很麻烦的地方 不过 所以这什么样想的方式 可以让这件事变简单 OK 那我个人是怎么样 反正就是把它不同的地方先抓出来 然后把它记起来 以后的话呢 马上就可以转移了 再来的话可能就是说 多去找一些相同的范例 然后把它转换 也许把它做成一个sample 以后遇到这个 怎么转换 你就拿来比对就好了 OK 所以这个也是方法 就看每个人的习惯问题 OK 好 所以如果可以的话 以后你如果每一种语言 都可以很快上手的话 那当然 将来 你就会有很多工具的 所以我以前常常就是举例 就这样 如果你只会开车的话 你永远就只能开车 对不对 所以你还要学习 比如说你搭远程 你可以学会什么高铁订票吧 等等 不过这应该还蛮简单的 可是我发现还是很多人 就是不喜欢 甚至搭台铁啊 甚至搭捷运啊等等的 你有很多种选项 OK 你不要只是有人好像就是他 就是一定要开车 到哪就开车 那当然一定是会 闹得常常在那边 找不到车位的问题吧 OK 或者是塞车问题 OK 所以这个部分的话 我们把它执行给各位看 理论上应该OK了 所以改看一下 有没有 1 2 3 OK 执行看看 执行结果 OK i 部分 出来了 这应该OK 没有问题 那如果呢 一个是坏 一个是 坏 可不可以啊 不影响 反正呢 两个可以分开 所以追回轩的话 如果要改的话 可不可以 也可以 一样嘛 追等于 1 对啊 然后呢 把这一行呢 Ctrl-1 注解一下 然后在他底下呢 加上File File 当这个J 小于10的时候 冒号 然后呢 我就是 把它做底下的事 另外注意一下 步进词 就是加在这个回圈的缩牌哦 记得啊 这个缩牌的最下面一行 所以我的习惯是加在这个print的下面 J 等于J 加1 这样OK的 然后把它弄一下 理论上应该也会得到最后一样的一模一样的结果啦 OK 并没有差别啦 那只是说呢 如果你是这样来写一个回圈的话 那当然得到的结果你会发现 相较于原来的过回圈 感觉还是比较没有那么的 精简吧 OK 有没有 你说不行嘛 当然也可以 所以你会发现 很多书上面写的 其实也会有类似的状况 明明你直接会觉得 他不是这个范围 他为什么用画回圈 他是不是写错了 没有 每个人习惯不一样 那怎么办呢 你会觉得看不 比较没有那么的怎么讲 那么的喜欢 那你自己改动一下也没关系啊 你看他坏回圈 那你就知道 以后看到这个 他一二三嘛 那你就把这个再改回来 把这个杠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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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呢 把它改回复回圈 那不就OK了 所以呢 这个是双向的 以后如果你看到别人用画回圈写 那个凤回圈可以做的事的话 那你可以把它逆推回去 也可以让城市变得相对精简一些 OK 这个这个部分 你可以再去找类似的案例 尝试看看 可以改过去 又可以改回来 那这个时候 你就对那个回圈的运作 其实是相对 会比较清楚啦 应该可以知道意思吧 所以呢 其实这个回圈到底在做什么呢 其实很简单嘛 就是说 他会有哪个词开始 然后当坏回圈后面这个条件 OK 有没有 这个条件为True的时候去做 为False的话就不做 OK 好 这样的话就能好想做出来了 不过呢 当然 刚刚举的例子是False回圈的专长 不是坏回圈 所以看起来会相对 是比较 往常的 所以呢 等一下的话呢 举个例子是那个 后回圈的专长 不是 过回圈 的专长 比如说 底下的话会有一个 办例就是 值数 这个先跳过 先猜数字游戏好了 好 那这个 练习题啊 我刚刚讲过了 猜数字游戏就是 你随便猜一个数字 然后他会从电脑里面随机抽一个数字 不让你知道 你猜猜看 那猜对的话呢 那 就会跟你讲说猜对 那如果不对的话 他会提示你 提示什么提示 你猜的数字是 是比较大还是比较小的 有没有 所以哦 这个程式其实已经写好了在这边 OK 所以如果各位有兴趣的话 可以先弄一下 那当然弄完之后呢 可以把它deletece 掉 知识是像这样的这个程式 执行一下 请在1到20之间猜个数字 那当然我们先从中间猜可能比较 不然的话你从1猜到20要猜24 那我们可以先从中间 先猜10好了 endel 之后呢 如果不对 他会提示你 是比10大还是比10小 他会出现说 太低了 不过这个叙述 反正你们看得懂就好了 太低那表示什么 高一点 所以那个乱数呢 应该是在介于 11到20之间的 所以已经缩短 有没有 本来20个数字 现在呢 只剩下 11到20 10个数字 OK 那中间在猜吧 那虽然还是中间嘛 中间的话应该猜16好了 高一点 16 所以猜过2次 太高了 哎 低一点 所以呢 又删掉了 所以应该现在11 到15之间 所以再来应该呢 差一个多少 13好了 OK 所以13他会提示 endel 太高了 再低一点 所以现在只有两种可能性了 对 这是要碰运气 11 OK好了 endel 恭喜 恭喜 答对了 好 所以以这个案例来看的话 当然呢 你用for回圈 来写 应该就比较不恰当 你说不恰当那不行吗 还是可以啦 就像我们之前的 就像我们之前的range 你总不可能猜到一千次吧 你一千次还猜不对 那简直就乱猜 所以我们可以写一个很大的一个range 然后呢 中间只要加一个break就可以了 有没有 当他一样if 只是说 反而就 当然不是for的专长 因为 一符 里面再加一个一符 那你用fire就好了嘛 OK 所以呢 待会的话这个范例 基本上我们还必要学会第一个 如何让电脑帮你随机产生一个乱数 介于一到二十之间 那个乱数 那第二个的话呢 再如何利用化回圈 撰写出类似像这样的一个小程式 其实程式并不多啦 大概就这么多 大概就是十一行 就这样 OK 刚刚做的就是这样 OK 这个程式其实也是以前教Java的时候的程式 我以前写Java 哇 程式可能30行吧 他已经写完了 现在只加11行 所以以前写Java是蛮累的 现在你已经这么少一点点了 那只是说怎么写这件事情 那待会我们再来看一下 如何针对 刚刚的这个问题 把对应的程式写出来 OK 请各位先试试看 那么 那 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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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